第二个QR Code我觉得是比较好的方式 怎么样去把它变成QR Code 所以在这边我要新开一个网页 然后就是QR Code产生器 好 比如说QR 这边QR Code产生器 这个 这个 都是点它 那这边我是不是可以去输入这个网址 网址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我刚刚的一个网址复制 然后直接贴到这个QR Code 然后产生 它就产生在这边了 这样可以了解 这是两种 两种行销方式 因为你看我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有这种QR Code 方便人家拿手机扫描 就可以直接连到我的网址 可以吗 但是我希望你等一下 至少我成立一个LINE的群组 然后麻烦大家把你自己的网址 贴到我那个群组里面 可以吧 就是你是不是 不管你贴上来是一个短网址 或者是长的网址 都无所谓了 因为我们是直接点那个超连结 连到你的网站 好 这是我一定要其门学会做的事 但是我没办法在电脑上面操作给你看 我马上就会建立一个超连结 可以吗 这个行销方式三种 行销方式 第一个创造出来短网址 短网址的宣传在这里 还有第二个建立成QR Code 方便人家一扫描 是不是就可以连进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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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